刚刚上传有关齐齐晒太阳,因为太阳真是万物之源, 我们是不能没有太阳而生存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晒太阳?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上次的蝙蝠太长,所以现在就续一为大家分析一下晒太阳的好处。 在晒太阳的时候,我们能够触进身体内的维他命D的生成, 是帮助我们丐的吸收。 对于小孩、中年人和老年人都有各种不同的效果。 对于小孩来说,晒太阳是有利于他生长发育。 而对于中年人来说,可以缓慢了他的骨落中丐的流失。 对老人家,晒太阳不仅可以预防他的骨质疏松, 还可以减少他的情绪的低落。 所以说,大人、小孩、老年人都不能缺少晒太阳。 第二,竟然可以预防近视。 原来缺乏阳光照射可能是导致近视的原因之一。 阳光可以刺激多巴胺的生性。 而多巴胺是帮助避免眼族变长。 防止了进入眼睛的光线,在聚焦时出现了一些曲点。 这样,如果多了太阳,多到户外活动的话, 就能够令那些经常读书读到近视的书虫, 可以叫做减低近视的严重性。 而第三,竟然太阳晒得多,可以减少感冒。 因为时时晒太阳,有帮助降低流感病毒, 和其他时时见到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危害。 研究认为,保持体内居水平的维生素D, 就可以更好预防喉咙通,或者普通感冒和避失的问题。 和那些比较少太阳的人相比, 如果你生活在阳光充足地区的人, 更加比较少感染流感病毒。 第四点,就是会令你的血管更健康。 维生素D含量低的人群患心脏病, 心力衰竭和中风风险是更高的。 很多研究都证实了,在紫外线比较缺乏的冬天, 患心肌梗塞的病人会明显增加, 而适当曬太阳是有助于维生素D变得更活跃。 这样就令我们体内的炎症可以减少, 对血管的健康更有利。 第五点,竟然可以说是降低癌症的风险。 他说生活在比较的位置, 是低的女性和高的女性相比, 在低的女性是接受日光照的时间长一点, 高纬度是比较短的日照时间。 他说两者相比是接受日光时间长的, 即是纬度低的女性, 她是涉入维生素D的含量当然比后者高。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有利于防癌。 防什么癌呢? 就是卵巢癌, 发病的危险性是比较低了。 第六点, 是有益我们的身心健康。 为什么呢? 如果你长期在室内坐着不动的话, 你会觉得好像很沉满。 但是如果你适当出外走动, 晒在太阳, 你会觉得整个人好像充满了活力, 精神百倍。 所以对于一个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们不能长期在室内, 不去室内接受这个阳光空气的照耀, 和这个新鲜的环境, 令我们眼前一亮。 你对着室内, 就算你是多华丽的居所, 都不及你去外面走一个圈, 见到花花草草、 绿色阳眼的 鳥宇花香景界、 阳光普照, 就会令你心亢神移, 可以令你身心更健康。 第七点, 你是比较会少有幼屈症。 在充足的日照之下, 人体的神上腺素, 甲状腺素, 和性腺素的分泌水平, 都会得到有所提升。 这样是会改善情绪的低落。 精神抑郭, 这些不好的心理。 很多人, 他一度冬天, 或者下雨阴天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哎哟, 很悦闷, 很烦躁, 甚至会失眠。 所以日照的时间减少, 是会引起季节性的情绪障碍。 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所以很多时候, 在我们冬天, 下雪的时间, 很多人的心情真的很苦悶。 所以一到太阳出来了, 每个人都会出来了, 就出屋外了。 第八点, 是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曬太阳是有保阳气, 保证气的功效。 在中医里面, 他的说法就叫做彩日晶。 意思就是彩集阳光, 去生发一个清阳的气体。 我们人体正常的, 狀苦的功能, 全靠阳气来支撑。 阳气充足的时候, 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就会提高。 这个正气就是相对于, 就是说我们的病毒, 就属于邪气了。 我们的正气就可以抵抗这个外来的邪气病毒。 意思就是说, 曬太阳能够强身健体, 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还有, 如果你是时时都说, 肚瀉或者肚痛那些, 脾胃虚寒的人, 可以利用太阳的热力来调理你的身体。 你面向太阳, 一边晒一边用手反复按摩你的肚瓷。 还有, 腹部的附近, 你就可以达到一个暖的感觉。 这些对于子宫是寒冷的女性是特别有好处的。